隨著中國近日開始放寬 防疫政策 兩岸航空公司 也陸續公佈春節加班機 不過目前十二月到明年一月 上海往返桃園來回票價 折合臺幣要七萬多元 這史無前例的高票價 讓臺商大喊吃不消 呼籲兩岸儘快重啟小三通 再過一個多月就是農曆春節 兩岸航空公司在近日也公佈 春節期間航班 臺商發現自十二月起 上海到桃園機票高漲 一張經營艙來回票價 要價七萬多元台幣 若是一家四口想要回臺過年 光是機票就要花掉三十萬元台幣 旅遊業者分析中國雖然開始放寬防疫政策 但是班機落地旅客離開後仍維持高規格 清消作業也因此常常延誤航班 航班消化不完就被取消 導致航班供不應求 對於台商喊話 希望我方政府可以協調航空公司 給出相對合理票價 交往部坦言有困難 另外對於春節將至 面對大量返國台人 以及規劃出國旅客 臺灣機場是否量能充足 交往部回應 世界各國地勤在疫情後 都是逐步恢復 臺灣在疫情期間離職的地勤並不多 雖然是衝擊相對小 量能應該沒有問題 記者綜合報導